大家好,我是科幣托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吧 那比特币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一波多头的走势 其实我们现在 它在迎来几波回调,对吧 我们这里有一波,这里有一波 那其实在多头走势当中 它一定会有小段的空头 它一定会有小段的空头 但我个人是不会去抓这些空头的 因为在大背景是多头的情况之下 去抓这些小段的空头 就会非常痛苦 其实我们这两段 它走的距离也不小 像我们前面这一段 它就走了大概有12%左右 那我们后面这一段 大概也是11%吧 OK,大概是11% 这两段如果说我们单独看 抓到11,12%其实也不小 但在一段上涨的趋势当中 要去抓这两段下跌 就会显得非常的痛苦 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 我们是走空头走势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段空头走势当中 我们要去抓上涨 有没有一段上涨 其实是有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一段 我们从最真尖的底部到最上面 它其实涨了27% 这个绝对是不小的涨幅了 绝对是不小 但是要抓的话会很痛苦 因为它明明在大背景 它是在空头的走势 所以在现在来看 我个人是肯定不会去考虑做空的 肯定不会考虑做空 而且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就从现在这张图上 日线级别的这张图上 我们最底部的这个区间 它也被破了 而且我们前一个箱体的最顶部 它也被破了 也就是25200的位置 也被破了 那我会认为 对于空头来说 完全是大势已去 大势已去 那这个时候 我肯定不肯去做空了 所以我在前一段时间是做多的 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 它出现右侧的多头信号的时候 我会认为是 它突破这个位置 OK 大概在18500的时候 它才有出现右侧的多头信号 那以现在来看 我会认为这段多头也开始危险了 这个也是我现在比较纠结的地方 像前一段时间 我操作就还算蛮 就是做了很多操作 比如说买现货 然后合约做多 那现在 我认为就没什么机会了 其实我们在交易的市场上 有时候 有些时候呢 就是会很有机会的 那有些时候就没什么机会 像现在我就觉得没什么机会 因为它的趋势并不明显 那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是明显的 而且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段上涨 其实我们这段上涨 它 OK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段的时候呢 它的回调是到382 我认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第一段上涨 然后 开始一个回调 那这个回调呢 还算是很强势 它只回调到382而已 而且 它后来又拉涨的时候呢 又爆量了 不过 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小风险了 就是 它没有打出一个很高的新高 它的新高呢 离前高 没有差很多 那再来是 它下跌 它下跌站的比例越来越大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 这一波的回调 OK 我们以多头的视角来看这个盘面的话 那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前面有一段上涨 那这段上涨过后呢 它迎来了回调 这个回调是 0.618的回调 那其实618 算是比较深的回调 如果说 连618都没有 挡住的话 那 基本上 这就不能 算是 算是多了 算是多头的走势了 那其实回调到这里 其实它回调的比例 也算是很深的 相比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是到382嘛 那现在已经到618了 而且其实我们 可以看一下 这一波多头啊 我们就从 这一波多头的 其实点开始 我认为其实点 要从这个地方开始算了 这个地方是 大概在12月中下旬左右 那从12月中下旬 我们到现在 其实经历的时间呢 也已经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了 这表示什么呢 在刚开始 为什么可以长得这么顺畅 因为在车上的人很少 比如说有仓位 有多单的 有限货的很少 那现在呢 有仓位人多了 涨了那么多 哇 可能很多人都在做多了 所以现在 哇上涨 它就开始 涨幅不大了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 这个位置 我们这里一波嘛 这里一波 会不会有第三波呢 其实我情感上 我希望它会有第三波 我希望它会有第三波 但是这个第三波 它其实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波 那如果出现的话 我会认为呢 会在三月中 三月中之前出现 毕竟我们一波趋势啊 它可以走 我们大概三个月左右 其实已经算是很长的一段趋势了 三四个月左右 算是很长的一段趋势了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二月底了嘛 那离三月中的话 也就是两个礼拜的距离了 两个礼拜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呢 我还会观察一下 可能观察个一周 如果在这一周 它没有出现那种重大的突破的话 那我就会把我的所有常委 平常先观望 因为我现在真的看不出什么 很明确的趋势 跟之前已经不一样了 跟之前真的是不一样了 好 那我们再切到更小一点的级别吧 那再切到更小一点的级别呢 我们可以发现啊 我们在此处 它有形成一个很明确的互换 对不对 这个我们之前 其实已经提到非常非常多次 现在 价格呢 它是已经来触摸到 我们这条白色线嘛 那白色线 它其实就是前期互换的位置 虽然说没有站上去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空头 它优势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你可以看 如果说我们这一波 它要下去的话 那它要割的人 肯定是套在上面这里 这个箱体的人嘛 那既然 既然是如此的话 它的价格 又可以再回到箱体的下缘 这就很奇怪 这就给了 上面那群人解套的机会 如果要下去的话 就应该直接下去 不过也没有这么 不过阻力也没有那么重 所以 这个也是我很核心 没有在做空的原因 盘面对于空头 就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多头呢 我认为很有风险的 多头已经到了鱼尾的行情了 那鱼尾 吃鱼尾是非常危险的 吃鱼 吃鱼头 吃鱼尾是最危险的 那我认为鱼身的行情呢 已经过了 鱼身的行情已经过了 就是最好把握的一段 多头走势呢 真的已经过了 我们再看一下量能的部分 量能的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呢 我们这波下跌啊 OK 它的量能是非常充足的 OK 其实我也有被这波 下跌的量能给下到 那我们现在 这个上涨 OK 它完全无法逆转 我们前面这波下跌的情况 总体来说还是很危险的 那再加上 我们下个月 其实还是有数据要公布 就比如说美国的CPI啊 美国的利率啊 那如果说公布的情况呢 是比大家预期的要更差的话 肯定会对盘面造成一波下跌 那其实整体来看啊 就美国的政策 已经慢慢从1月的很乐观 到现在的慢慢 很急速啊 急速的转向悲观啊 所以这点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好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 点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也非常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今天有到场来支持我的各位观众 真的很感谢各位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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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